郭伟航,22岁,天津人,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本科 大家好,我叫郭伟航,今年22岁,来自天津,现在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商务系 那么非常喜欢互联网,非常喜欢电子商务 但是呢,由于机缘巧合,半不知之角已经迈入了这个通讯行业 那么今天呢,希望通过咱们非尼莫属这个平台呢,能够圆了我互联网梦 谢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郭同学,怎么叫半只角进了通讯行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暑期实习的时候进入了一家信息安全的公司 这个信息安全的就属于通讯这个领域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但是我还是心里有这样一个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个梦 你是应届生吧 对,我是应届生 是今年的六月份毕业 对,今年六月份毕业 所以就把这个机会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了 对,也许这是我能源互联网梦的这样一个最后一个机会了 能力哪方面强 第一个,我觉得我学习能力比较强 举例说明 是这样的 我第一份工作实习的工作 给了我一个活儿是算疑难杂症的这么一个活儿 研究这个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 这工业控制系统就跟咱们这个传统的IT之类的就八杆子打不着了 就是也是拼命地学 就是查一些文档啊,查外国文档啊 国内的这些建设经验啊之类的 最后给客户交了这么一份答卷 还行 后来就是在这个公司的全国技术分享会上做过分享 所以伟航说明自己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同学们怎么评价你 同学 有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叫灯塔哥的 还有妇女之友也有 灯塔哥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开始就是我喜欢鼓道家修修电脑啊之类的 然后后来大家问我买手机也买什么的 买笔记本这个事还开过讲座在学校 来听的人都是有买笔记本需求的同学们 对对对 然后就 妇女之友是就是 妇女之友就是你擅长聊女性话题呗 也不是吧 反正跟女同学聊的比较 深 我也不敢这么说 反正 就是聊的挺好 对对对 比较跟女同学聊的比较 就什么话题都敢切入 稍微有一点 有女朋友吗 有没有吧 什么叫有没有 我问你呢 你问我呢 就是人家给介绍了一个 还没确定 谁给介绍的 就我在日本留学的同学 介绍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老乡 互相已经通过信了 就是主要就是微信嘛 见过活人了吗 就是视频聊天没见过活人 还没见过活人 没感受过他的体温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已经不是闷骂了吧 是吧 表现还很淡定 而且他的那种风格 就是IT男典型的冷幽默 跟老姚一路子的 他比辽进波高级多了 但是老姚没到 傅里只有那水平了 对啊 你看他这个价值 是吧 不管这事本身 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哥们倒是挺会聊天的 一开始就牢牢地抓住了 老板们的这个注意力 跟着他节奏的走了 我今天上来应聘的目标 是产品专员这个方向 我先挑挑百合网的 我觉得有点问题的 说说说 第一次上这个百合网吧 他就是大概有五六秒吧 他就弹出一个 要求我注册的一个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挺反感的 就是我还不了解你百合网 第一次上的时候 用户的心里是想了解你 百合网靠不靠谱 你说的这个实名 到底是不是实在来的东西 对吧 然后你上来呢 就弹出一个这个 让我注册的这样一个窗口 催着我要注册 就我就觉得很烦 我觉得百合网应该 就是引一个链接吧 给做一段视频 牧总那边百合不是 总爱拍视频吧 然后给大家讲讲 百合网到底是干啥的 百合网到底怎么靠 有一个更爱拍视频的网站 在这呢 你看过那个网站吗 我看过广告 哪个广告 就是我 就他光光砸玻璃那个 就做我自己嘛 我觉得这个广告做得很好 说说这个广告的 毛病 毛病 优雁光 没啥毛病 我觉得挺好 很诚实啊 为什么好呢 就像他做化妆品嘛 然后化妆品 而且在做网络购物卧场 化妆品可能年轻人比较多 就扎扎个性 就是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挺好 你还沿过其他的网站吗 58吧 好可以啊 58大家都说58手也乱 我觉得大家说的不对 因为现在互联网企业都是 太太 太免费了 你们这都憋死了这一年了 好好说啊 真的真的 我是这样想的 58这么大 网站那么大 访问量肯定要做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 科目体验 这方面肯定研究都比较到位 所以58手也那么乱 1300多个中文字符 在那堆着 让大家去找一关键字 还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 我的想法就是说可以缩减一些这些热词 然后在我这个视觉红区的这个范围内 尽快把这个用后引到这二级页面的流量 小伙子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在提出问题之后 会自己主动的提出解决的方案 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当中 比较少有的一个好习惯 我们今天来这个平台找工作 就要往产品方向发展 对 产品专员 对不对 去或者留 选择 谢谢大家 第二盏灯都在 天生我有台 周老师 你好 对不起 卫航是吗 你好 我觉得你真的是妇女之友 我听了这么久 我作为一个女性 不会觉得很疲劳 特别爱听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未来从事的工作 比如说产品专员这一块 可能对内的工作比较多一点 其实你完全可以打开思路 例如市场啊 或者是营销这一块 我觉得你也很有创意 很有点子也很适合 把自己路子拓宽一点 谢谢周老师 谢谢周老师 其实你从你的语言表达 能看出你思维非常独特 而且也足够聪明 那今天呢 其实你要选择做产品 其实产品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理解 所以呢 我觉得你后面 其实要展示你这方面能力 因为你工作阅历啊 生活阅历还是有限 就是你能把握 包括同理 能够体验到别人 体谅到别人的想法 能怎么能抓住 包括同学啊 在工作中别人的想法 能够你在生活中那些独特的观察 把这些东西给老板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做一个产品的最基本的 除了技术之外 好的 观察力 观察力要敏锐 要独特 来 好像对互联网还是蛮有感觉的 生死非常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让你任选一个产品 你觉得你会怎么改 改成一个什么样子 任选一个 你觉得目前不够完美 你是说要改哪种产品 或者说你做一个新的东西也可以 你想做个新的东西也可以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互联网入口多元化这个东西 大家都说到现在移动终端 最火的就是移动终端 然后我想的是现在有企业已经在做的电视盒这个东西 我是这样一个构想 就是智能电视这种东西 以后也可以来通过访问互联网 现在智能电视访问互联网 基本上就是点播一下视频 看看视频这种 因为它那个用户的这个交互 有一些问题 你只能通过遥控器啊之类的 我的想法就是 现在就是微软做的那个游戏机 Xbox 360 它可以接那个connect这个体感这个插件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样 空手的这样一个操作 来模拟我的鼠标的 或者讲现在这个触屏的这种操作 我就可以坐在沙发 电视离我很远 我可以这样进行操作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智能家电的一个部分 就是类似于这样 也是接入互联网 举这个例子就好了 因为你学专业是电子商务嘛 你觉得电子商务现在从PC端 到移动端有趋势 你觉得在移动端和PC端的 最大区别是什么 应该根据用户体验说 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会好一点 像移动端可以向用户提供 很大量的这个信息 因为它的屏幕啊这方面 就是比较大 PC端也可以提供呀 PC端屏幕更大呀 我说的就是PC端这个 不好意思啊 移动端的 移动端这个屏幕就比较小 然后可以提供给用户的信息量 就比较小 比较适合于这种 大家常见的这种 轻决策的这种商品的购买 轻决策对 各位 小刚刚他回非常好 轻决策这样子 好好好 各位各位各位 我来问一下 因为你做产品经理的感觉 我觉得你让我看到了 非常的好 然后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最营销类的这样的工作呢 实话说 我其实报名的时候 各位boss可能看到我 填的那个表 求之意向 其实互联网行业管培生 但是我通过 就是了解到 好像少刚老师比较反感管培生 我不反感管培生 我是觉得同学们目标更明确的话 其实对大家有帮助 其实我最开始我是想说 管培生最吸引我的地方 其实不是他那个名字 我是觉得他有一点特别吸引我 就是可以轮岗 就是我可以具体真正实实在在的 到各个企业中 到各个部门中 真正实实在在去干一干 去看一看到底哪个部门更适合我 我的理解你的答案是 可以考虑其他职位 对吗 只要进入这个互联网企业 然后你可以 然后去考虑其他职位 如果能给个管培生 伟囊其实好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 而且产品是最能诞生CEO的地方 在互联网领域里面 这样这样这样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时间的原因 注意啊 他是本科生 该争该抢 现在预备期准备出发了 我跟你说句话啊 有的时候一些企业 帮当就给出什么2500的薪水 然后说我们有特别完善的工资体系 这会儿咱们该要的要要 据我预测 一会儿离开的没多少 什么叫谈钱不上感情 敢谈钱吗 敢 敢不敢 敢 第二轮 选择 被苦离开 谢谢大家 好的 你希望的心机应该是不低于 不低于5000 我没说啊 网上加 不低于多少 5000 5000 11家留下来 不低于5000 疯了吧你 我懂了 少刚老师给个数吧 这是咱俩私房话的部分 怎么能我给数 谢谢少刚好 谢谢如果正式管培生 或者是产品的一些庄园职位 是达到5000 薪资是个达到的 5000我们不满意 什么达到了 最少我跟你讲 我得要到7000 不低于7000 来说几位 那个 那个 李洛拉的管培生 非常好 55BBS 小西 美航 凭着你对产品和女人的直觉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来中国第一女性消费门户 55BBS 我给你的职位就是让你轮岗管培生 柯彬 从这个产品这块做起 然后也可以做管培生 从不同的部门去体现 而且就是说你的心经要求 我觉得认为是合理的 柯彬 柯彬 太好了 柯彬太爷们了 来 韦涵是我见到过最有娱乐精神的选手 真的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到旺家卓越公司的脱口秀公司 你可以来这里做个策划 也可以轮岗 什么岗位都可以 非常好 真的可以考虑这个事情 可以考虑 你有这方面的精神 有一公司做脱口秀 不靠谱 你懂的 我懂的 来来来 聚美游品 我给你职位是在聚美游品的管培生 轮岗的过程中 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了解很多东西 另外补充点 在聚美过去很多的管理培训生 到现在 已经成长为了管理者 这点是大家看到的 好的 来 金山网络 金山网络应该是最适合你的 因为我们产品线非常丰富 我可以给你在很多产品线上 去轮流 去体验做产品 并且 我会有精力来亲自和你 一起来交互这种产品的感觉 这也是一个轮 它会在给你不同的产品线上 因为我是从产品经理出身的 我完全知道一个 做产品的人对产品细节的了解 好的 来 凤凰网 凤凰网的战略发展部的创新产品中心的管理培训生 这个部门直接向我汇报 那么凤凰网的产品线有几种 一种的是你刚才提到的智能电视 因为凤凰网是凤凰卫视控股的一家互联网网站 我们最近跟长虹和小米都合作了这种多终端的这种盒子 是的这种智能电视 此外呢 在无线终端领域 我们有凤凰视频凤凰新闻凤凰阅读凤凰电台 这样几档无限客户端的产品在重点打造 在薪酬方面我觉得我们能给到的一定会超出这个绍刚的最疯狂的想象 不不不我叫什么叫你太小看 什么叫我最疯狂的想象 最低端的想象 最低端的想象 来吧五发同城 我们天津运营中心的运营运营中心的广培生 美团 我给他产品经理的位置 就是产品经理 对产品专业就产品专业的位置 来摆高 其实产品设计的最高境界是情感化设计 所以呢你应该来一个情感类产品的这样的公司来做 我觉得对你的这个成长是最有帮助的 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给我们的职位是 我给你职位就是产品的专业员 就是产品专业员 对 来谁家员 职位也是产品类的管培生 好嘞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你也可以来回溜达 灭掉 酒盏灯 走吧 再见 再见 小夕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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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彬再见 灯威再见 你可以再想想再来回溜达都可以的 但是该下手叫下手 你还要灭五盏灯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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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伟 四盏 再见 沐妍 再见 沐妍 三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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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伯 辉伽 辉伽 再见 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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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一家 当断则断 想好了 想好了 好了 谢谢您的支持 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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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就是留下一个你真正想去的 然后另外留下一个可以帮你把价格抬起来的 非常好的策略 谈钱不上感情 副总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有很好的潜质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遇到经过打磨 所以呢我不希望你 用一个大家看着都太疯狂的那个薪酬 让你变成了自己都控制不住 所以我认为我们给出一万的薪酬 谢谢 来 林总 这个刚才说实话 因为我在这个 附胜后面讲这个薪水啊 实际上是有点不公平的 但是我觉得幸好我在 三个多小时以前 我给我的人力资源总军发过一个短信 刚才我给进一波看过 我问这个 我说我在参加菲尼摸鼠的录制 今年咱们技术类本科生起薪是什么范围 回答是九千至一万五 然后我问他这么高起薪啊 他说是 这是第一个是运煤工程师 研发的更高一些 那么我觉得我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可以给富城看一下 8点48分 其实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是比较偏高 这样特好 就是边层的 这样特好 这哪是老板之间竞争台价 这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快几眼了 对吧 我觉得我是遵守一个企业的 因为富城网有近两千人 一个上市公司 不是说我们临时心血来潮 觉得这个人是个难的人才 我们要打破我们的这个薪酬体系 但第二点的话呢 觉得像产品 好的产品经理 对于凤凰这样一个 确实是以内容品质为 核心经理的公司来说 更是稀缺 更是难得 咱给的薪金是 薪金呢 是一万五 我觉得这个是 对最关键的是 我从两三个人开始 把一款产品做到 从零做到一亿用户 这个经历 凤凰网现在每天 在互联网上有三亿用户 这个经历很少有人有 在无线互联网上 不是每天 如何去做一款产品 这我必须得说一句啊 这个 你算命了我 当时负胜跟李亚 都我好朋友 但我告诉你 负胜是中国 少数几个 我真正敬佩的 产品经理 这个 穆颜你这个 不不我想请问 李亚一个问题 穆颜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 对 他想表达的是 他只想表达一下 他真的不懂 他真的不懂在看 互联网界 真的产品经理 真正好的 周公一算一个 负胜算一个 我发现互联网界 就是这样的 你们经常就打起来了 没有朋友 为了优秀的人才 这不伤我们的和气 有点懵了 有点懵了 有点懵了呢 自己清醒 好吧 你的选择是凤凤网网 还是金山网络 或者 谢谢 再见 我选择是凤凤网络 在 相当高明 在产品上 可能真的是个有天分的一个 是我点播的 是你点播的是吧 能听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差别还是很大 我觉得这孩子呢 是90分的这个水平 但是在这个面试中 可以得120分 真的真的 你知道 你不说那句话 不会死 不是我估计 李大爷一辈子都不会理我了 我都说出来 那我们就不管了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本栏目由 乐巴薯片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乐